另外一個我們比較喜歡去學習的 其實是所謂的這個東西 就是它的路徑 因為我們講說 其實這個Focusite是不是就是一張大的新制度 大的地圖 那你要怎麼去 移動 你先來看一下 好這個超齡體我先拿掉 來各位你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這裡 這裡有沒有投影片的編號 有對不對 左手邊我的比較畫面旁邊一點 好你看看這裡有沒有編號 有沒有發現 所以呢其實我的第1張就是這個範圍 第2張就是這個範圍 你看 驗證一下 有沒有下來 第3張 好在這裡你看我滾輪往後退 有沒有看到3 好所以你從這裡你就可以知道說它移的位置 那 當然 我們現在 每一個範本絕對不可能完全滿足你的需求嘛 有可能你需要增加 有可能你需要減少 那 要怎麼處理 我們可以這樣做 來你看 我先回到這邊 我們有幾種做法 好比如說你想要看全部的 我就把這個畫面 按滑鼠左鍵是拖曳喔 有沒有 我現在是按滑鼠左鍵 滑鼠左鍵是拖曳 如果我想要這個範圍我都要看到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感覺到 它產生的方式 1 2 3 4 5 5種對不對 事實上再加照相機6種 還有一種 是付費的功能 7種 它總共有7種 產生 我們所謂的路徑 的一個方式 那最簡單的其實就是照相 就是我現在把範圍調好了 我就拍一個照 你有沒有發現 來你看 我把投影片往上 預覽 有沒有現在就是我剛剛那個範圍 然後呢 下一頁 有沒有靠近了 這是我第2個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需求 其實 你想看看如果你在泡坡裡面要做這種效果 你的做法會怎麼做 分成兩頁對不對 然後呢 拍一張是不是獨立的 那在這一張 是不是在拍一張 但是呢 你修改 萬一你修改這邊 糟糕了 這張是不是要重新拍一次 可是呢我們foglide其實他只是什麼 就是那個範圍 你只是經過而已 所以對他來講 其實他所看到的範圍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他應該說 我看到範圍是像這樣可以移動的 可是我所看到的後面的內容都是完全相同 因此如果我只要動了這裡 只要你的這邊路徑 有經過這邊的 通通都會跟著改變 這樣有沒有了解概念 這個是剛開始大家要用這種新制圖式簡報 比較不能夠接受的 因為以前你的想法是 這個 這張簡報我不要 你是不是刪掉就好了 可是現在你這裡刪掉 只是怎麼樣 不經過這個點 東西還會在裡面 這樣清楚了 所以我印象中 大禹治水 有怎麼樣 三過家門的不入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 我們新制圖 這種方式的簡報 他就是 路徑 就是路徑的概念而已 所以你可以最簡單就是像這樣 直接拍照 把你的 範圍 抓到了 你可以就因為 我可以靠得很近 靠得很近 我想要在這裡 我就來這裡拍照 有沒有這樣就拍一張 那你就看到他旁邊 是不是有一個 那我調整順序這個你就會了 對不對 調整順序 你看我把它調到4 你看往後推點 有沒有變4 這樣清楚了 這個是 剛開始大家用這種方式 要注意的 那另外 有一個要提醒大家 因為我們畢竟現在用的是免費的 所以說 各位 請你在10張 路徑裡面 就10張簡報裡面 把你的話講完 超過10張 請用另外一個點吧 也就是說目前限制就是免費版 你就是10張 10個路徑 超過之後就不能用 他就告訴你請升級 這樣了解 可以喔 這個部分 給你試看看 好不好 所以你最簡單就是我剛剛講的 用拍照的 就好了 其他的都是類似的概念 來